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克里森的森林 大家好 我是张维亭 这个就是Chanel Electro系列 这个就是回到我们的电子池子 就是因为在90年代特别流行的电子池子 里面有12点的池子 就是渐变的池子 一大表层 看到这个JTOW 就觉得在开发的时候 其实它有四个系列 首先我们是JTOW 这个 首先我觉得很颜色 我觉得这个灵感也是特别 我想电子的世界 我只会想到紫色 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蓝色 但是我看到现在他们用了12种颜色 做出一个渐变的效果 其实更有Electric感 我觉得也有更开心 我自己觉得电子音乐也有分Dark一点的 或者是有 清快 开心 Energetic 一点的 我看完之后 我自己也会觉得充满的能量的感觉 然后呢就是我爸还有一个FORTION 就是有一个机器人 也要干 之类的 然后也有余虹的 画色 所以对于我来说 像我们去电影party一样 我们可以选一个喜欢的歌曲来播 什么时候要到水面 平常我会滑水 然后我也会FORTION 就是靠滑在前面拉 对对 然后他们叫我拉在前面 但是呢 我一直想去试 但是还没有那个勇气去试了 就是有一个降落伞 然后就绑着自己 穿着那个滑水板 就飞起了 就完全靠那个降落伞 什么时候要到水面 然后你就滑水 然后你想升起来 哇 这个我很想试 现在看到你早日尝试这个项目 我昨天凌晨3点 哇 3点 那可以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里面念的 是个想象问题 暴风是一个红色底彩的人 我行为这些个者就是站在暴风的中间 一直各种的位置 然后他就是抓到一点的希望 就一直往前走 经常会经历过各种危险 这个戏主要是跟千远哥 往千远 对 你开心会跟到很多 然后再到身上 你觉得他特别高 我们经常会碰到的地方 都是在健身房 听说我们开夜班 就是可能晚上六点钟 七点钟才出工 我们两点钟 会在健身房 遇到对方 凌晨两点钟啊 下午两点 见完生理然后就开始拍戏 拍到第二天的凌晨早 有点清点 然后下午两点钟会见面 那你觉得你们两个谁的身材更好 我就觉得让大家选择到的时候 有 有 有 我觉得大家肯定会看了很多 因为我看回放的时候 我们幕后的客人年代 他们都不知道 本来觉得很危险 不可能完成的一些工作 我跟陈仁哥都玩了什么 我那场期做得起 我那场期做得起 首先上头是一个火地之趣的地方 对我姐夫是潮州人 一直都会听到他说一些潮州鱼 所以刻意找我姐夫 我问了很多关系 为什么说这一句 如果我要潮州话 就说 然后到了当地 就去尝试了他们的打冷 广东话叫潮州打冷 是一个潮州最出名的一个美食 试的方法是把一些食物 激动再拿出来给你 所以是肉类还是群残 肉类海鲜 都有 我看到你去了潮州的博物馆 除了博物馆以外 你觉得还有什么打卡 推荐给大家去 有很多地方 冰山特克小朋友 还是保持他们很多年前的样貌 第一条打卡可以去你们 然后会去到一个南澳的地方 是一个很漂亮的沙滩 有很多水上活动 各种运动水上 可以在里面 首先就是方珠这个角色 他有很多骑马的行 然后我自己觉得最深刻 有一场戏是 本来导演说 希望用替身来玩 方珠是骑着马 他要松开那个缰身 然后他拿一个玻璃出来 然后就这样射到树里面 但是跑去一直往前跑 大家会考虑到安全的情况 他本来想的是可能几块 上班 对 再接你其他 分开一个镜 那当时候就是我跟那匹马相处得挺好的 然后我试了几个之后 我觉得可 然后就真的拍了一条 就是马是往前跑的时候 不是那样成功 对 方珠这个角色 给到我也很多很深刻的画面 跟我以往年的古装的 人物的性格很不一样 方珠是往里面收空 一直往里面压住 他又会弹琴又会琴 他又摔 我最多手 我希望这个戏可以快点过 因为我是被他的剧本触动到 看那个剧本我就觉得 哇 这个剧本写得特别 我觉得你吃多少 又要命中多少 这个是我的理念 例如说 我是今天才开始放纵地吃 过去的一个多月 跟陈远哥在拍摄的时候 我基本上品质不足地吃 然后吃了很清单的鸡虫肉 牛肉 薯菜 到现在排完戏了 我就刚才吃了鸡排牛肉 还有炸酱面 但是呢 我今天又去做一种 我都觉得就是 人很难做一种 平常吃什么 你一直保持自己 吃那些东西 我觉得一定要 你得让自己放一家 偶尔放松一下 对你放松了之后 到第二天你要知道 你昨天放松 那你今天可以 练回来 对对对 希望今天 是有在计划当中 还是说 只是有在计划是吗 好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还没有还没有 还要保命是吗 对啊 好的好的 觉得应该今年 真的也会复复吧 好大家听到了 我晒黑是为了 是吧 那如果假如下一部戏 需要你迅速的摆回来 你有什么办法 只有我三根 哦 就可以摆回来 我开始慢慢再变白了 对我感觉你是给上次 我是摆得很快 我是摆得很快 首先我是那种天生都可以跟女生相似 那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两个帽子 我觉得比我实验 首先我不喜欢拍摄 为什么我不太喜欢拍摄 我对照相机这个 风险是没有特别大的心 所以就是我最多会拿手机来 拍出来 效果也未必好 因为我不在工作的时候 我很享受不在工作时候的我那个状态 那就换一个问法好了 如果突然就是多了两天的一个假期 你会怎么安排这个旅行 首先两天是不够的 因为我比如说我今年跟以前都不太一样 你看过去半年我可以花三个月时间 什么都不干我去滑雪 现在我会比较觉得我要自己的生活好一点 天实一点 去学多一点东西 然后再回来拍戏或者是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才会有变化 才会进步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借口 但是我觉得我工作了也很长时间 17岁就入行 今年我觉得可以慢慢把我的时间表 可以拉长一点 就是每一次都会想很久 因为想到每一次的活动 它的主意都很特别 它会有自主的主意 因为它的系列都不一样 你的系列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要对它的造型去做 OK